这位涉嫌行凶的一年级的无姓学生 他逃离学校之后 昨天晚上在台中落网了 他不嫁离营被制止 他说他当时就只想要到网咖 所以呢身上才会藏着水果刀 他说到时候如果谁挡他的话 他就跟谁拼了 而据了解呢 学校表示这名学生被逮捕的时候 情绪相当的不稳定 在学校的成绩也不太理想 他说他是因为受不了压力太大被束缚了 所以才想要到网咖这边来解闷 可是却发生这样的事情 幸好被伤的学生 及早送医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而据了解行凶的这位学生 因为他不具有现役军人的身份 只是军校的学生 所以现在是被医杀人未遂的罪嫌 移送高检地检署正办了